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节宾宁原品 第三十一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在舍卫国的奇数级孤独园中 当时的国王名叫波斯尼 那时在南方有一个名叫金帝的国家 国王叫杰宾宁 国王有位太子名叫大杰宾宁 父亲去世后 太子继承了王位 太子他身性聪明 力大勇猛 统领着三万六千个小国 兵力十分强大 没有敌手 威风远扬无不催促 但与中土却没有往来 后来有一个客商来到金帝国 将二十四丈精细柔软的棉布献给了国王 国王收下后问客商说 这东西很好啊 是哪里出产的 客商回答说 产于中土 国王又问 中土的国名是什么 客商骑柄说道 有的叫罗月旗 有的叫舍卫 树木很多 难以一一细说 国王又问 那些中土的国王 为什么不来向我朝供呢 客商回答说 大家各自称霸一方 威士名望都差不多 所以不会来城市供养您的 国王心想 以我现在的势力 能够完全威慑天下所有的国家 为什么这些国王不来城市纳贡呢 看来需要施加些压力 才能让他们都臣服于我呀 于是又问客商说 中土的众多国王之中 哪个最大呢 客商回答说 舍卫国的国王最大 于是 大姐兵民王便派遣使臣到舍卫国 使臣拿着国书进行训事 道理讲得十足 对波斯尼王说 我的威风周边整个严福提世界 你自是有所依靠 竟敢不派遣使臣听命于我 现在我特意派遣使臣来告知你 你如果躺着 听到我的声音要马上坐起来 如果坐着要马上站起来 如果再吃东西要立刻吐出嘴里的食物 如果再洗澡要立刻拧干头发 如果站着时 听到我的声音要马上动身过来 欠你七天之后与我见面 若不如此 我就要发兵攻破你的国家 波斯尼王听后十分恐慌 就去拜见佛陀 详细讲述了这件事 佛陀对波斯尼王说 你回去对来史讲 我不是最大的 我之上还有更大的国王 波斯尼王遵循佛陀的教言 回去对来史说 世上有位更大的圣王就在附近 你可以到他那里传达你们国王的命令 史臣随即前往齐桓金社 这时 世尊变身成转轮圣王 让穆坚连变作典兵大臣 七宝侍从也全都具足 又把齐桓金社变作宝城 又七重壕沟围绕在城池四边 其间均有不计其数的七宝杭树 各色莲花 光明谎耀 朗然照射 城中的宫殿同样是重宝所筑成的 转轮圣王坐在大殿之上 威严无比令人敬畏 世尘进入化城之中 亲眼目睹了转轮圣王之后 十分惊恐 心想 我王真是无缘无故招惹祸端呢 但是世尘他迫不得已 也只得把国书交上去 华王拿到国书后便踩在脚下 对世尘说 我是大王 若胆敢违背此令 罪在不赦 世尘领命后回到本国 将所见所门详细地告诉了大捷宾明王 这是《贤于因缘经》 中宗宗 比自己强的 我们往往呀 去服从 那么比自己低的呢 往往我们就看不起 去欺负他们 比自己弱的呢 往往往我们呀 可能想去统治人家 这就是世俗的特点 所以在世俗呀 人们都追求更高 更强 更大 所以在世俗呀 人们呢 都追逐名利 因为这是在世俗中间 最有力量的东西 有了这些权势 那么呢 就可以实现呀 很多自己的目的 能够统治人民 能够收取赋税 能够制定法律 往往可以啊 满足自己内心的欲望 那么佛法呢 佛法以无分别为原则 以无分别为教化理念 当大家呢 同分别中走出来 不再执着 慢慢呀 把分别产生的种种无名 去掉 解脱出来 最后实现呀 真正的回归 实现光明 实现本性 的自在 但是 我们如果 我们如果 不了解佛法的人 和他们呀 去说 佛法 和他们说 无分别 恐怕人家不理解 恐怕人家呀 会 回报 因为在 因为在人的意识里边 在我们这个世界 种种种现象里边 他无不揭示的 都是呀 以强 凌弱 种种 分别 所以在这个世间 出现了呀 不分别 不执着 没有强 强弱 大小 好坏 这种分别呀 这种理念 这种现象 那么 一般人 是不会接受的 不会理解的 所以 佛 教化众生 射受众生 有的时候 并不仅仅呀 是以 劝说 以 慈悲 以 和平的方式 来 教化 有的时候呢 需要啊 拿出 更大的威势 拿出 更大的权威 拿出 更强的武力 拿出 超凡的呀 各种力量 各种势力 才能射受那些 心中 只以 势力 为原则 以分别 为平常思考 规则 实实呀 以强 凌弱的 这帮 国王 君主 用这种方式呀 才能射受他们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他们的心中 时时刻刻 都是呀 认为自己强 别人弱 遇到弱者 就想征服 那么对于这些人 佛法呀 是很难说服的 所以呀 需要 佛力 表现出 比这些人 更强有力的力量 更强有力的威势 更强有力的 种种设置 才能够呀 把他们 说服 所以 我们学习了 这一段 我们就 明白了 为什么 佛 要修行 久远的世界 为什么 要积累呀 无量的功德 为什么 佛 要修正 无上的智慧 为什么 佛 要修正呀 种种的神通 如果 佛呀 修正 不能够圆满 不能够使自己的福德智慧圆满 不能够使自己呀 种种的 威力圆满 那么 佛 就不能称为 天人师 不能 称为 大雄 大利 因为佛呀 从 所有的角度 都超越了 我们 这个 九法界 一切教授 无论在福德 无论在智慧 无论在呀 能力 所有的方面都 远远 超越 所以呢 佛才能来到世间 教化众生 遇到 能够听道理的 佛给他讲道理 遇到 不能够听进道理的 要用啊 微神力 去射手他 降服他 因为这些人呢 他只相信啊 谁的拳头大 听谁的 那么 佛的拳头 比这帮国王大 所以呢 他就要听佛的 他听佛的 就好吧 佛呀 就可以 寻寻 善忧 慢慢呢 把 我们佛法的概念 佛法的理念呀 告诉他 让他呀 回心转意 舍弃分别制作 走向解脱 从这一点 我们也要向佛学习 我们现在修行了 我们呀 要使自己的身心素质提高 我们 圣献因果 遵守 五界十善 每天呢 坚持功课 坚持学习 坚持 行善实践 依靠佛力 逐渐呀 改变自己的身心素质 改变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呢 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素质提高 把身体里边潜在的种种毒素 种种问题消除 治身体健康 第二个呢 要提升我们呀 心灵的素质 精神的素质 把我们精神身体 精神世界里边 种种的妄念 妄觉 种种的呀 凌乱的思绪 逐渐的呀 消除 转化 为清净 光明 第三个呢 我们要把 我们和 这个时间 一切众生的关系转化 将那些恶缘 转化为善缘 将善缘 转化为 清净法缘 全面的提升自己的素质 使我们身心健康 精神 抖手 做事呢 向上 慢慢的 在这个时间 做种种利益人的事情 慢慢提升自己的素质 逐渐的 发菩提心 利益一切众生 时时刻刻 都以众生为念 时时刻刻 都以利益众生为念 在利益众生的同时 积累自己的 善根福德因缘 慢慢的呀 提升自己 慢慢的在做事中间 磨练自己 开发自己的智慧 逐渐掌握 种种能力 慢慢的积累 积累到什么程度呢 积累到我们呀 福德智慧 圆满 那就会成佛 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们也会遇到啊 种种人 形形色色的人 有的呢 我们色受不了人家 我们跟人家说佛法 被人家两三句句问倒了 有的呢 我们跟人家说佛法 人家白听 回头呢 来辱骂我们 有的呢 跟人家说佛法 人家爱听 我们就能够啊 影响人家 那么 这里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那就是呀 我们能力不足啊 我们色受不了人家呀 不同的人来了 我们自己的手段有限 我们的智慧有限 我们的能力有限 我们不知道 怎么色受人家 可能只能单一的面对啊 某种人群 能够影响人家 那么 我们呀 就不能够把这个事情呀 做好 不能够影响 色受人 所有人 学习佛法 那么怎么办呢 佛给我们 做了掩饰了 那就是呀 我们安心修行 不断的提升自己 让我们自己具备种种德能 让我们呢 在行善实践中 掌握种种的德能 我们提升了 我们从学佛中 得到好处了 我们有能力了 慢慢呀 我们就有办法 去射受 更多的人来学佛了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最关键呢 就是我们自己的能力高低 否则我们束手无策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